我们常常感叹命运的不公 我们觉得所有的失败都是命中注定 但是今天作者吴黄根想跟大家说 命运还没有注定 如果你自己不想改变 那么没有人可以帮得了你 那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这本书 名字叫《命运没有注定》 那作者吴黄根在书中分享了 他在经历了痛苦和后悔之后得到的领悟 今天我想分享的内容是 人到中年明白了这三个道理 一 活着都不容易 二 成功别走捷径 三 命运要靠自己 一 活着都不容易 刚到韩国没几年 因为不会说韩语 所以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后来自己在网上做小生意又失败了 我总觉得自己活着事实不顺 自己是世界上最惨的人 后来有一次参加分享会 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站到了台上 开始分享他的故事 他中年创业失败 妻子跟他离婚 他带着两个孩子和自己的老母亲 住在半地下室里 每个月要为房租发愁 两个孩子也因为没有钱去补习班 所以在家自习 有着母亲和孩子的陪伴 虽然生活过得很拮据 但是他终于一步一步重新走出了人生的谷底 看到眼前事业成功的他 如果不是他亲口说出来 谁能想到他也曾有过这样的日子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别人比我们过得好 那些都是表面的 每个人生活都不易 比如说在韩国大企业上班的打工族 每天早上5点45分就要从家里出发 晚上有时候还要加班 他们在公司里经常会因为做得不好 被上司骂 被老板教训 但是他们都不可能把这些事情拿出来说 还有一些人呢 每天只睡4个小时 早上上班之前还要赶到语学院 去学习一门外语 为的就是不让自己失去竞争力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义 只想享受不愿付出 哪里有这样的人生呢 我教过两个有钱人的孩子 他们在小学5年级的时候就一个人独自前往美国留学 那想要继承家里的事业 他们从小就比其他小孩子玩的少一些 在学习上花的时间要多一些 虽然他们能够接受到的教育条件会比普通人好一些 但是他们要付出的时间精力以及努力 肯定要比普通人多很多 每个人在不同的时期都要承受不同的压力 学生时代呢要承受学习的压力 那成人呢就要承担求职的压力 然后建立家庭后呢要承担养育孩子的压力 年纪大了呢要承担照顾自己的压力 每个人活着都不容易 因为生活本身就没有容易二字 但是请相信 只要你愿意用心去对待它 生活一定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二成功别走捷径 那很多人学习写作啊就是为了变现 虽然想变现这个想法并没有错 但是还没开始写就要想找写作变现的捷径 这就未必是一件好事 我在写作营里面认识了好几个签约作者 他们呢在各大平台发表自己的作品 甚至有些作品呢还被各大媒体转载 跟他们一聊以后才知道啊 他们花了比平常人多几倍的努力 从收集和分析别人的优秀作品 到自己选题材 收集素材 打磨稿子这一系列的过程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也不是很多人能够坚持的下来的 所以想要成功呀 千万不要走捷径 如果拿盖房子来做比喻 盖房子的话 一定要从打地基 浇灌梁子 然后建房子的构架 从下往上一层层的造 如果只想赶快造好 而不遵循整个过程的要求 那么地基不牢 梁子不稳 这栋楼呢就很容易坍塌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台湾读书视频创作者 他能够拥有几十万的粉丝 是不是运气好呢 后来啊 听了他的一次分享才知道 他在创作这个视频之前 已经有了五年的写作经历 通过五年的写作练习 他才开始做读书视频 然后一步一步拥有那么多的粉丝 可想而知啊 我们看到的都只是人家成功的瞬间 所以呢 我们很容易把别人的成功呢 归于他们的天赋 或者是运气 其实在这之前 别人已经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和辛苦 汗水和时间 这些呢 我们都没有看到 如果真有人一下子火了 那就好比是一夜暴富 他的努力跟他的实力 还没有跟上的话 那么这种暴富式的成功 只能是一场绚烂的烟花 很难长久 莎士比亚说 金字塔是用一块块的石头堆砌而成的 不要寻找捷径 成功需要积累和成长的过程 三 命运要靠自己 到底是你决定了命运呢 还是命运决定了你 我们人生中啊 某些部分真的是命中注定的 比如说 你是男还是女 你出生的时候是四肢健全 还是先天有残疾 你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但不管拥有什么样的先天条件 最终你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 还是你自己说了算 尼克胡哲 一个出生没有四肢的人 但他却克服了身上的困难 不断与命运作斗争 现在他不仅拥有成功的事业 还是四个孩子的父亲 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 而他的故事也在激励着人们 即使命运给了你一手烂牌 一样可以打出好牌 那我们如何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呢 这本书中介绍了改变命运的小方法 做起来还不是太难 希望大家可以试一试 第一个 声音能给你带来好运 声音是人的第二张脸 好听的声音和语气可以吸引身边的人 从而让你自己变得更加自信 大家都认识刘在石吧 作为演艺圈人员 他在外貌上不占优势 但他为何能成为娱乐圈的一哥呢 秘密就在于他的声音 因为声音最能表现一个人的气质 学识和修养 韩国人特别注重对方的声音 因为从声音中可以判断出对方的性格 修养 拥有几十万粉丝的韩国视频创作者 有些人他们根本就不露脸 他们的成功秘诀就是他们的声音 因为他们的声音柔和 甜静 低沉 平静 能给读者带去享受 甚至还有催眠和治愈心灵的功效 虽然音色很难改变 但是通过调整说话的速度 声音的高低 节奏的快慢 锻炼自己平静的去表达 就能给你带来更多的好运 二 你的脸藏着你的运气 有一个成语叫相由心生 指人的相貌会随着心情的好坏而变化 有人说一个人的脸35岁之前是父母决定的 35岁之后则是由你自己决定的 中年以后你的脸反映了你的内心 同时也预示了你的命运 如果你想改变命运 那么你可以试试这三个方法 看人先看脸 给别人留下好的印象 那才可以产生更多的可能 武侠片中 师父大多数是徒弟的人生导师 不仅会给徒弟传授武功秘籍 还会教他们做人的道理 指引他们成长的路 但当今科技迅速发展 知识日新月异 每个人都在努力学习新的技能 赶上社会的发展 所以很难有人成为另一个人一辈子的导师 不过读书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书中有古今中外的名人 即使他们不认识我们 但我们也可以通过读他们的书 来倾听他们的教诲 另外书中还有很多解决问题的办法 比如说解决人际关系的方法 良好沟通的方法 思考问题的方法 以及创造个人财富的方法 养成良好习惯的方法 和管理时间和精力的方法 通过读书加上你个人的实践 这样一个循环 就能让你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让你成为一个幸运的人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从这本书中我误出了三个道理 一 活着都不容易 二 成功别走捷径 三 命运要靠自己 你一定听过这样一句话 思想决定行动 行动决定习惯 习惯决定性格 性格决定命运 想要改变命运 首先要拥有渴望改变命运的想法 然后开始行动 并坚持下去 最终你一定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与其把时间花在抱怨命运的布公 不如努力去寻找改变命运的方法 不断自我成长 这才是最明智的方法 我是恩妮 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 那请订阅我的频道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在首尔与你说 我们下本书再见